今天來啦 因為佛事很繁忙 我們重點是在做佛事 而不是師父的開示 不是師父的開示 那麼這個佛事很緊湊 很緊湊 我們首先呢 要感謝這個三師啊 還有這些法師 法務司等等這些法師啊 不眠不休的 為我們進行到法會的第五天 接下來呢 十二月份了 十二月份 師父要去新加坡演講 那麼新加坡演講 很多人都向我要票 我說我也不是主辦單位 你為什麼要向我要票呢 我都跟主辦單位說 你一定務必要留一張給我 要不然我進不去 誰來演講 連我都要票啊 要準備一張啊 新加坡不同一般的國家 不同的國家 新加坡全部的政府都是講英文的 所有的公文 從上到下 通通講英文 就是李光耀總理 接下來就李顯龍總理 他們全部都是講這個英文 那麼在一個 中文很特殊的這個國度啊 他們去不能像香港這樣講 喔 這樣講的正法也這樣講 什麼第一異地啊 喔那個殺到很深的地方 可能有困難 很少人把這個中文講得很好的 如果是台灣那沒有問題 台灣很重視中文 那麼如果是大陸也很重視這個中文 所以在香港講的那個正法眼障 那個可以說是把法殺到淋裡堅持了 沒有任何的保留 因為國教也不能停留在這個善巧方面 善巧方面 所以在這裡宣布一下 如果想去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國家很乾淨 也很守法 那麼淡丸之地大概像高雄這麼大 高雄這麼大 那麼這是因為他們已經邀請了十年了 十年了 因為分身法術法只有志 師父一個人 那麼再生大會呢 也一直在邀請師父演講 也希望師父在演講三年 希望在演講三年 但是我沒有答應 畢竟有一點年歲了 有一點年歲了 然後再來就是非常讚嘆 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從那麼遠來 那麼遠來 那麼師父沒有辦法隨身 就是看你們介紹什麼 所以在這裡要說一個抱歉 抱歉就是說 顧此思彼啊 有時候我們講他 真的很想把他做到野馬 但是這個時空性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包括像六樓的 六樓的 你看他們在六樓 我們也覺得他很委屈啊 同樣出錢 那為什麼這排在六樓 看不到上人 只看到電視的螢幕 我們跟六樓苦力一下啊 好 那講到這個地方呢 就必須講到很抱歉的地方 你想想看 上人只有一個下人那麼多 你怎麼樣去照顧每一個人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怎麼去照顧 所以進入講堂要有四修 四種修 一要修佛 二要修慧 三要修養 四要修行 簡單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修佛 修佛記得 有錢不一定能夠修到佛 你布施一千萬兩千萬一億 都不一定修得到佛 服從態度來 服從謙卑來 怎麼樣可以達到修佛的目的呢 不是你出多少錢 是態度決定你的福報 在六樓講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 就是說我今天布施這個錢 是看你的態度 如果你以謙虛的心 謙卑的心來布施 那麼功德無量 如果你以等如虛空的心 虛空 虛空的心 簡單講 我不施無所求 那麼你功德無量 第三點 以無所住的心布施 不施 那麼你這個功德 非常非常大 就像經典裡面講的 一無所住而生其心 應當無所執著而生清淨心 尊嚴虎之上是這樣解 第一個 你能不能真的修到佛 今天 一樣大家出錢 好 那麼有的坐的位置 就稍微 不是很好的位置 但是你想想看 全球七十億的人口 我們今天能夠入這個文書獎堂 的這個內壇 來拜佛 你想想看 你要的是什麼 第一個 難道是要攀比嗎 我們今天來文書獎堂 是要攀岩跟比較嗎 不 這些都不是佛法 今天來 你不能帶著驕傲 再回到你的家 那麼 很可惜參加這次法會 法會以法相會 以佛陀的真理之法 來相會 名為法會 心中沒有真理 你不失再多的錢 一樣是煩惱 下輩子頂多日子好過一點 不得解脫 所以修這個福 要了解 是什麼態度 來到文書獎堂 你要記住這個心態很重要 如果我今天 我來文書獎堂 說我來布施金錢 參加法會 是希望 我們講堂 對我好一點 或者是特殊一點 或者是說 我怎麼來沒有泡個好茶 在那邊大小聲 大聲小聲 或者是點點一件小事 不順遂 就在那邊謾罵批評 那麼再做諸位 以期來的不能不來 為什麼 來這裡是要做功德的 把這個功德的道場變成長頁 這個不可以的 所以要敬佛 敬法 敬聲 要讚嘆佛 讚嘆法 要讚嘆聲 來到這個莊嚴的法會 我們要修到真正的福 就必須要降福自我 要降福自我 所以來到這裡怎麼修得到福呢 很簡單 來我們常住講堂好 我就通通好 我來坐在哪一個位置 我不代給我們上人困擾 我坐在哪一個位置 我心有法 諸法本來沒有來起生命真見 我心冷如虛空 坐在哪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開悟的聖人的位置 我們不能落入赤地的東西 不能落入分別間的角度 所以在經典裡面有一句話 說哪一種能修行之最快 了大字都能講 了諸法如話 這個世間不是真的 千萬不要執著 這個世間是假的 你要弄清楚 沒有一種東西你帶著走的 先用這個心 那麼今天來講 你的修養變成長處好辦事情 似乎也不為難 然後 每一個人就是那麼和諧 你修到了大福報 所以想要得到大福報 一 要向降福自我 那個我不重要 所以在人情經講的一句話 很重要 為何講我其心不爭不解 為何講一切法無我 如來的心不爭不解 如來講無印本來就空 是假我 如來的心不爭不解 震得大鍋煉盤 得到常樂我靜的真我 如來的心不爭不解 如來只是用假的名相 托年解福 方便救度眾生 以如來的心 並沒有任何的真見 如來講我 無我 假我 真我 如來的心 並沒有任何的真見 如如不動 不取餘下 這樣你可以修到大的福報 二 要修慧 再做諸位 我們無量節來都帶著一個大儀吃的心 大儀吃的心 噴到什麼事情 沒噴到事情 看起來很莊嚴 很莊嚴 人模人樣 要噴到什麼境界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空服是看境界的 不是看平牆的 是不是 平牆你看他化妝的特別好看 不是這樣子的 那個藥師說有一天碰到境界了 那才真的看到公服 夫法 他的偉大之處 在打破無量意見來的無名 在這處 你今天來參加這個法會 如果你依然 顧我的回到你的故鄉 回到你的家 這個法會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要超度亡靈 必須超度你本身的知見跟煩惱 你本身都沒有辦法超度你自己 你如何超度亡靈 對不對 為什麼大色大惡的人 他的價值力如此的大 因為他的心 跟法界一樣的正面能量 你沒有辦法 大色大惡摸影現在頂了你的比你 搞一百年的更強 他的心就是法界 法界就是他的心 然後這個正面能量 你一般的沒有辦法的 所以 你修 修慧 他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你今天來 是要帶著智慧回去 帶著智慧回去 而這個智慧要連發 連發 我講一個故事 用故事來帶動佛經 力道大 阿拉斯加是一個灰熊的國度 那麼都是森林 冰河 那麼那邊都要帶牆 那個導遊統統要帶牆 為什麼 他所過的這個路徑統統很灰熊 有一次這個爸爸 還有兩個兒子 三個人 都是阿拉斯加的導遊 那個爸爸 有點年歲了 五六十 兒子都是二十幾歲 三個多頭都當阿拉斯加的導遊 這個爸爸 有一次去帶著這個 一些人 少數的人 替阿拉斯加遊玩 結果那過的路徑 是灰熊出沒的地方 灰熊出沒的地方 結果突然看到一隻 大大灰熊 這個大灰熊有多重 八百公斤 簡單講 我們一個人五十公斤的話 那一隻灰熊就是我們人類的十幾倍重 那個灰熊帶著一隻小熊 這個是大灰熊為了要保護那個小熊 結果又碰到 這個導遊 帶著幾個美國人 要穿過那個森林 麻煩大了 這個大灰熊看到人類 以為要傷害那個小熊 就直接就衝過來了 就直接衝過來的時候 因為身上有長槍 跪著這個地的時候 長槍 差一點點距離 灰熊衝過來 他們政府有規定在萬不得之下不能開槍 灰熊是屬於保育類的 結果就衝過來了 八百公斤的大灰熊衝過來 那還得了 衝過來 這個導遊啊 輕輕之下開槍 結果那個槍十幾年沒有用 卡住了 看不出來 卡住了 旁邊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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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是跪著瞄準那隻灰熊 第一槍 一個槍太久沒用了 卡住了 說實實那是快了 他的命在那裡 只剩下兩點五秒 那個灰熊就要撲過來 第二槍 撲過去 那個灰熊 就在他面前倒下去 這一兩公尺倒下去 好 我們來比喻一下 這個比喻 用這個故事來比喻 大灰熊 比宗無量一起來 無名煩惱和喜氣 時時刻會 會吃掉你的法身會命 槍第一槍跟第二槍 代表波羅智慧的念頭 波羅智慧的念頭 我們太久了 沒有用波羅智慧 槍會卡住的 煩惱吸氣一來 對不對 他就槍就卡住了 比如說 我們很久 比如說 你以前有喝過酒 你現在受五戒了 受五戒了 你現在出去外面的時候 人家 在再三邀請之下 唉 唉 小時候反正 唉 這禮貌 會給自己一個禮 這個禮貌 唉 自己就開眼 喝一口酒 所以 沒有一個好的團體 沒有親朋好友 在旁邊波羅智慧的念頭 隨著業力吸氣 掩蓋的念方法 第二念 表示什麼 可以打死那隻灰酒 選波羅智慧的念頭 要連續開 開放 就是六主講的 前念 妄想不生 後念 智慧不滅 所以這個念念要波羅 每一念出來都要波羅思想 了諸法畢竟空 這樣子 能夠 才有辦法 打死 無量意見來的無名 跟煩惱 跟煩惱 用這個 龜熊 來比喻 我們的無名煩惱吸氣 用這個 第一槍第二槍 來補進去 表示 波羅的念頭 不能讓它斷絕 唯有波羅的念頭 才有辦法 除掉吸氣 跟煩惱 這第二個 叫做 修慧 所以你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 懂得修慧 等一下我看 今天要吃飯了 還十分鐘 十分鐘 接下來 第三點 要有修養 這個修養就 特別的重要 特別的重要 在做主委 不能皆知自主的行為 即使 尤其是那個脾氣 控制不了 那個是很糟糕的 貪 撐 吃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離道太遙遠了 離道 離這個佛道太遙遠了 為什麼要修養 還有 還有啊 這個修養從哪裡下手 從戒力 比丘界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重要 比丘界啊 這個可以唸給你們聽 比丘界裡面說 舌頭比斧頭更易傷人 我們這個舌頭 舌頭 就像斧頭的形狀 知道嗎 人之所以腰斬 腰斬 就是被人家砍殺 以前啊 服侍皇帝 經歷的小臣 會得上殺身之禍 都來自這隻嘴巴 我們因為不能控制這隻嘴巴 我們傷害了多少眾生 不知道 所以 比丘界裡面講 舌頭比斧頭更易傷人 我們的舌頭 就像斧頭 斧頭 不容易傷人 這個舌頭 才是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 所以 以期你今天 人與人之間 生活在一起 如果要講傷人的話 傷人的心 這句話乾脆不要講 沒有任何意義啊 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要講 鼓勵人家的話 可以多講幾句 可以多講幾句 所以 人之所以幼稚 愚痴 是因為 隨性 控制不了 乃之嘴巴 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今天要學修養 乃之嘴巴 一定要控制住 我們今天在這裡講的 絕對對你的未來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都有正面的能量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就是脫口而出 脫口而出 脫口而出 以前 我們在唱課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台大上課 有一次我去台大上課 那麼有一個隔壁的這個 算是一個學者給人演講 那麼後來人家就跟我匯報說 唉唷這個學者 看不起那些不會讀書的人 看不起那些殘障的人 看不起那些社會上弱勢團體 就講話有攻擊性 雖然他是協力那麼的高 可是德行不行 那就是這隻嘴巴 他會取消不會讀書的人 對不對 那大家都考第一名 也沒什麼了不起 是不是 要有那些不會讀書的人的陪陣 考一百分才有意義 大家都考一百分 你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要感謝那些笨的人 這講話很重要的 有一個爸爸就很會講話 他的兒子 國文考留分 數學考一分 國文一百分數學一百分 結果國文留分數學考一分 不必這塊比較清楚 騎到這塊兒子的便宜衣服也好 可是他爸爸就很會講話 他爸爸 他兒子說完蛋了完蛋了 今天爸爸會罵死了 就兒子走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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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他爸爸就跟他講一句鼓勵的話 你的數學比國文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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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數學一分 國文留分 不敢罵他 兩顆跟他結婚 歐米陀 兩顆加起來只有一分 兩顆加起來只有一分 欸 不過這個爸爸還沒講話喔 欸 你這個數學比國文強多了 因為一分比零分多 不敢責備兒子 這就是講話的藝術 講話的藝術 所以有一次我們大學同學 要出去看個電影 我在那邊等了半個小時 這個同學還沒來 他到的時候 我看我的表 要招了一個膏 我這個表走得太快了 我說欸 不是不是不好 你同學不好意思 是我太慢了 不敢責備他 慢慢學這個講話 不傷人 我們的 雨生竟然這隻嘴巴 只做功德 不找口業 不敢 你們今天喔 來擋這個水路 就寫這一招 就誰這一招 就不得了了 一輩子 嘴巴不早夜 通通做功德 還有一點就是 他如果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實力 那是不可以隨便讚讚的 有的人你讚讚他 他驕傲 你害了他 不可以的 所以第三 要有修養 修養 要緊閉你的這個嘴巴 緊閉你的嘴巴 蒼蠅永遠飛不進來 這一句話的意思你知道嗎 千萬不要造口業 尤其在佛門這個清靜的地方 那造口業是很不好的 那你今天來 來花了一些錢 來這裡造口業 以前來人不來 來這裡 要做功德的 來這裡要修復的 要修慧的 要修養的 最後一個 就是修行 你今天你不來 來這裡不修行 做什麼 對不對 修行 修行有兩種 一種叫做妄想修 一種叫做真實的修行 妄想修 就是說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處處都執著一個我 叫做生滅意識心 這個生滅意識心 在修行的當中 你不開我見 你不開我慢 你不開我直 你不開我想 雖然修行 經過百千萬劫 不得成就 你以為這是生滅的東西 所以阿含經裡面 叫我們 要冷靜想想看 你這個我是誰 不要阿含經叫我們關心 第一 我們這個色身 臭惠不堪 就這不敬 我們這個色身 最後一定剩下一堆骨灰 骨頭沒有任何例外 誰都掏不掉 最後火化 就是一堆骨頭 再來 如果你不火化 放在土棧 就是給蟲吃 要很冷靜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英雄 好漢 沒有一個 可以逃得過 佛陀所講的 關照的範疇 佛陀說 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世間 是那麼的不敬 是那麼的無常變化 是那麼的苦 萬法本來就空 一切法本來就是無我 為什麼 我們一直執著這個色身 而從來不去救 冷靜一下 好好的過日子 所以什麼是佛法 就是徹底的看透 它的虛偽性 無常性 緣起性 空無自性 不實在性 而用般若的智慧 活下來 這個就是佛陀 所以 我們第一天 就告訴大家 有幾句名言 所以第三 修養 接下來一定要好好修行 那麼修行 要明心見性 就見到 祝法本來就空 這個色身 一定會爆炸 死了以後 不埋葬 屍體慢慢慢慢的氣 炸開來 五臟六腑 我們的腦部 我們今天 就說一支執著 是因為沒有關照的能力 所以你會認為 一個男孩子長得這麼帥 或者是一個姑娘 長得這麼美 我們一直死之不放 那都沒有關照的能力 佛陀告訴我們 早日看破 早日放下 這不是一個真的事件 今天那個會死 明天那個會死 所以 來到五師父講堂最後 一個結論 因為明天要講得更重要 明天講的臨終事關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臨終事關 要怎麼樣才能夠往生淨土 明天啊 我看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要不要安排給我開示 我不知道 因為我 現在是上人 等一下下海是下人 我聽從他們的安排 他們要叫我講幾句話我就來 好 那麼如果法會很緊湊 我就不開示 好 但是這個明天啊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好 往生往生就看明天的關鍵了 好 來看明天的關鍵 所以我們今天 一要修福 二要修慧 三要修養 四要修血 好 最後 我們把第一天 拿三句再恢復一下 讓大家好好的記住 有謹記在行 也許對方有錯 但是太過度的責備 反而曝露自己的缺點 人 應當用和諧的心 和平的心 無爭的心 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 對待每一個眾生 留下好的德行 第二句話 昨天所發生的事 猶如死人的墳墓 千萬不要留戀 不要在過去的歷史灰燼裡面 造痛苦 造記憶 從前總統的榮耀 已經過去了 從前總統的傷痛 已經成為歷史了 歷史 猶如灰燼 千萬不要在灰燼裡面 造痛苦跟記憶 人應當提早策入 真正的生命 只有當下 務必要珍惜 接下來 千萬不要把財富 藏在這個地球上 小偷一定有你的辦法 用偷的 用搶的 用拐的 用騙的 一定會把你炸乾 如果這沒有你 哪裡沒辦法 那麼水災一漂 暴雨一沖沒了 火災一燒沒了 土石流掩埋沒了 大地這一陣夸浪 這些如果再沒有辦法 哪裡都沒有辦法 無常一到 雙手一擺 什麼都不是你的 這樣我就很聰明 我非常聰明 赤傷158夠高的 對不對 非常的高 記得 聽師傅的話 好好的打水路 修福 修會 修養 修閒 祝大家成功 謝謝